曾经跟我们一样的他们 也需要被爱被关怀 佛说众生平等 我们心中皆有同等的佛性 不云形体而有所差别 生命电视 与你一同以悲心拥抱众生 用爱点亮新灯 成功人生Come on 生命电视台 自卑教训的成功人生Come on 生命电视台 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孕妇杀声导致流产 恭喜你 你太太肚子里的宝宝非常健康 老婆 我们宝宝很健康哦 嗯 希望她出生后 都能一直健健康康的 哈哈 一定会的 王太太 已经怀孕五个月了 她肚子里的宝宝一直非常健康 直到有一次 她因为随意杀身 导致肚里的宝宝也受到着负面力量的影响 宝宝 你看 妈妈给你准备了好多漂亮的衣服哦 怎么了 你又在跟宝宝说话了啊 是啊 我在给宝宝看她漂亮的小衣服呢 哈哈 新的一天又来到了 真希望我们的宝宝能快点出来 亲爱的 不用急 再过几个月宝宝就要出来了 啊 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蚂蚁啊 在哪里 在哪里呢 你看这里 好多蚂蚁啊 真是的 这些蚂蚁 怎么会从窗户爬进来 老公 快把这些蚂蚁弄走 我们马上就要有小宝宝了 环境卫生要比以前更加注意啊 好 我来把这些蚂蚁弄出去 看我的 用杀虫剂来对付它们好了 真是的 杀虫剂无法消弃手中 它因此造下了深重的沙液 但没过多久 王太太便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她肚子里五个多月的孩子竟意外流产了 医生 医生 我太太怎么样了 你太太并没有大碍 不过肚子里的孩子很遗憾流产了 什么 流产了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宝宝怎么会就这样没了呢 老婆 没关系 我们以后还有机会 只要你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老公 我们一定会再有宝宝 对吧 对 对 别想太多了 最重要的是你人没事就好 一年后 王太太再次怀上身孕 为了孕妇及胎儿着想 她和丈夫决定先搬到大哥家建筑一阵子 也方便待产 老公 大哥他家居住环境好吗 当然好咯 那里靠近郊区 空气也好 呼吸新鲜空气 对你还有肚子里的宝宝 都很有好处的 嗯 希望这次宝宝不会再出生何意外了 弟妹 你现在几个月了 已经四个月了 嗯 你们就安心地在我这里住下吧 这里空气好 对你对宝宝的健康都很有好处 大哥 这次真的太谢谢你了 都是自家人 就不必客气了 不过这房子好久没人住了 你们可能得要先收拾一下 我还有事 你们就自己打扫一下吧 好的大哥 你就忙你自己的吧 老公 你把我们的东西先搬进来吧 我收拾一下这里 好的 老婆 你不要累到哦 就在王太太收拾杂物的时候 突然发现杂物堆里全部都是蟑螂 而且多得吓人 啊 老婆 怎么了 老公 你看 好多蟑螂啊 该死的 怎么会有这么多蟑螂啊 老公 快把杀虫进拿来 赶快把这些蟑螂处理掉 王太太和丈夫把整个屋子的门窗都关得紧密 然后到处喷杀虫剂 喷完后 他们就暂时离开屋内 老公 我们先离开这里吧 让杀虫剂先把这里的蟑螂杀死 嗯 也好 三天后 王太太与丈夫再回到屋内继续打扫 当他们一进门 便发现屋内到处都是蟑螂的尸体 天啊 好多蟑螂啊 太好了 都死了 我们要把他们的尸体清理出去吧 王太太与丈夫用扫把将屋内的蟑螂扫在一起 一堆一堆的竟有好几堆 爹 你在做什么 哥 你看 这屋内有好多蟑螂 我们喷了不少杀虫剂 才把他们全都杀死 什么 你们杀死了这么多蟑螂 是啊 怎么了 你们怎么能这么做呢 你太太现在怀有身孕 如果杀生的话 对母子都会有不好的印象啊 不会吧 没那么严重吧 弟弟听我的 别让你太太杀生了 要多做一些放生 护生的善举 才能保佑母子平安啊 哥 只是杀死一些蟑螂而已 不会有什么恶报吧 哎呀 我肚子好痛啊 哎呀 我肚子怎么突然好痛啊 快叫救护车 快叫救护车 哎 你太太又流产了 什么 怎么又流产了呢 怎么会这样 你们俩因为杀生 所以才种下了恶因 导致一次次的流产 听歌的劝 从今天开始 你们放心吃素 并多放生 一方面为自己过去的杀业 好好忏悔 另一方面 也可以为孩子祈福 大哥 接连两次的流产 我决定以后建杀 护生 有机会 也一定会劝别人 慈悲建杀 多多放生 从那以后 王太太与她的丈夫 果然尽杀护生 坚持素食 几年后 他们终于如愿生下了一个 健康可爱的小宝宝 由婆赛借金云 此心极是一切安乐之姻缘 若能体谅众生之苦 不失恩惠 必有后福 蟋蟀抱园 斗蟋蟀 是中国一项古老的娱乐活动 但这种修剪方式 其实非常残酷 从事这项娱乐活动的蟋蟀 多为雄性 它们会在人们的挑逗下 相互厮杀 二重对战 战败的一方 不是逃之夭夭 就是退出争斗 甚至还会出现 战死沙场的情况 咬 使劲给我咬它 给我狠狠地咬 咬死它 哈哈 好硬的 就这样给我咬 哈哈哈哈 我赢了 我赢了 该死 又输了 在杭州 有一位张庆年轻人 特别喜欢斗蟋蟀 嘿 张老弟 你要去哪里呢 我刚买了一只大蟋蟀 正要去跟别人较量一下吗 哦 是吗 能让我看看吗 当然了 你看 哦 这蟋蟀真大只啊 那是当然了 为了得到它 可花了我不少钱啊 张哥 也让我看一下 哦 这就是你前几天跟我说的 那只百胜将军 不是 那只笨蟀蟀 前天竟然输了 气死我了 这只比那只 可厉害多了呢 张哥 既然你有这么好的一只蟋蟀 那能不能把你那只 百胜将军送给我啊 送不了了 那只笨蟀 那只蟋蟀被我斩首了 一只输了的蟋蟀 咬它又有什么用 啊 斩首了 怎么 你不知道啊 张老弟的蟋蟀 只要斗输了 它就会将蟋蟀的脑袋扯下来 这就是斩首了 对 斗输了的蟋蟀 就应该受到惩罚 好了 不跟你们说了 我还要去前面的茶馆 跟他们一笔高下呢 唉 那只蟋蟀多好啊 咬它 给我狠狠地咬 对 就是这样 快 快 快咬它 对 咬 咬死它 哈哈哈 赢了 你们那些破蟋蟀 谁都不是我这只蟋蟀战士的对手 唉 看来 我还得再去找一只 更厉害的蟋蟀 哎呀 张老弟 你来了 我今天是要来打败你那只破蟋蟀的 哎哟 看样子 你又找到一只新的蟋蟀啊 哇 这只蟋蟀的个头 可真不小啊 是啊 一看就很厉害的样子 怎么样 还敢不敢跟我比啊 不要以为个头大就很厉害 比就比 谁怕谁 今天 我非让你也把这只蟋蟀的脑袋给扯下来 于是 两人便开始斗起了蟋蟀 张某的蟋蟀果然厉害 几个回合下来 就将对方的蟋蟀给打败了 咬它 咬死它 对 就是这样 给我使劲咬 别松口 哈哈 怎么样 认输了吧 你这只蟋蟋蟀 你这只蟋蟀 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笨蛋 就值得倒 怎么样 我这只蟋蟀 才是真正的战神 你认输了吧 你别得意 等我再找到更厉害的蟋蟀 再来跟你一决高价 好的 我等着你 你别走啊 你的这只蟋蟀 还没拿走呢 我不要了 你这只败神 谁还愿意要 我看 干脆斩首了吧 年轻人 你怎么能这样做呢 怎么了 你怎么能用 如此残忍的方式 伤害它 这有什么 不就是一只战败的蟋蟀吗 我告诉你 被我斩首的蟋蟀 可不计其数呢 对呀 我看到的 就有几十只蟋蟀 这样被弄死 阿弥陀佛 这实在是太残忍了 残忍 谁叫它们要输呢 这是对它们的惩罚 斗蟋蟀本来就极其残忍 为了自己取乐 而让两条生命相互残杀 已经是罪过了 你还用这种方式 来杀它们 更是最佳一等 年轻人 我劝你 还是及时悔改 免得遭受杀生的果报啊 果报 你是说这些被我杀掉的蟋蟀 会害我受到恶报 哈哈 我才不信呢 世间任何生命 同我们一样 都需要受到平等的尊重 你这样对待生命 肆意杀生 必将自食恶果 好了好了老头 我不跟你啰嗦了 我还要再去找人斗蟋蟀呢 张某对于老人的忠告 丝毫没有在意 依旧我行我素 继续找人斗蟋蟀 并依然残忍地 将斗树的蟋蟀扯下脑袋 无情地杀了丢掉 哎呀 该死 我的这只蟋蟀竟然会输掉 输了就该斩首 后来 当张某再次扯断一只蟋蟀的脑袋时 他的后背突然长满烂窗 烂窗烂肉形如蟋蟀的头一般 而且长得满背都是 狠狠地咬 快咬啊 快咬 对 就是这样狠狠地给我咬 哈哈哈哈 怎么样 你的这只蟋蟀 根本就不是我这只的对手 这只笨蛋 输了 就该这样斩首 哦 哦 怎么回事呢 啊 我的背好痛啊 你快帮我看看 我后背怎么了 啊 怎么会这样 我的背 究竟是怎么了 你 你 你的后背 长满了烂窗 而且 而且这些窗的样子 跟蟋蟀 头长的一样 你快去找医生看看吧 啊 我怎么会长烂窗 哎呀 好痛 好的 我要赶快找医生看看的 然而医生 对张老后背的烂窗 都束手无策 痛死我了 痛死我了 张老弟 我看你还是赶紧去看医生啊 是啊 总是这样也不是办法 我找遍了各地医生 他们都治不好我身上的窗 哎呀 好痛啊 流血了 快 快帮他把血止住 血流的这么多 怎么止啊 啊 痛啊 啊 老弟 老弟 你怎么样了 啊 不好了 他 他死了 人心不存 残害生命 因果报应 真实不虚 推销羊肉的果报 王太太的亲戚家养了许多羊 年关将至 亲戚便杀了几只羊 请王太太帮忙推销 招揽客人 二叔 这几只羊 长得可真快呀 都已经这么大了 是啊 马上就要过中秋节了 明天 我得把这些羊 杀掉几只来卖 到时候 你要帮我 好好招揽客人 推销一下羊肉啊 放心吧 二叔 我会好好地 帮你招揽客人的 太好了 明天我就先杀几只 大只的来卖 嗯 好的 那我先回去了 再见 第二天一大早 王太太就准备赶着去市场 帮亲戚销售羊肉 老公 许大哥 哎哟 你啊 难道不知道许大哥吃素吗 好了好了 你快去二叔家帮忙卖羊肉吧 原来许大哥吃素啊 既然这样那就算了 老弟啊 你怎么能让你的妻子去推销羊肉呢 师父一直告诫我们 杀生是最重的恶业 弟妹去帮忙卖羊肉 实在有些不妥啊 有什么不妥啊 他只是过去帮忙卖一下而已 并没有杀生啊 这位许先生 虽然心里觉得这样做并不太好 但又怕做什么 换人财路 伤了彼此的友谊 于是也只好作罢 不再提这件事情 这只够肥啊 杀了一定能卖不少肉 传不少钱 二叔 羊杀好了吗 刚杀完 一会儿就分块剁好 叫卖的事就麻烦你了 不用这么客气 这点小事有什么好麻烦的 二叔 你只管杀羊 招呼客人的事就交给我好了 好的 阿姨 你瞧这羊肉 多新鲜啊 刚刚现杀的 快过中秋节了 买点羊肉 包个羊肉饺子多好啊 嗯 的确很新鲜 我买五斤好了 好 马上切给你 我也要买三斤 我也要 我也要 好的 请稍等 我一会儿就切给各位 二叔 羊肉快卖完了 你赶快再杀一只羊吧 好的 我马上就去杀 你可真厉害啊 这么快就把那么多羊肉 给卖完了 没什么 马上就要过中秋节了 买羊肉的人自然就多了 这只羊的肉 还不知道够不够卖呢 你尽管卖 不够的话 我再去杀一只 过了几天 中秋节到了 然而就在中秋期间 王太太和她的丈夫 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 老婆 快点啊 不然天黑之前 回不到你父母家啊 好了好了 走吧 你骑车快点啊 要不然天黑前赶不回去的 现在你在着急 刚才在家的时候 你还慢吞吞的 好了 你就骑快点吧 好的 抓紧哦 啊 不好 小心 前面有车 小心啊 啊 医生 我们两人的病情如何呢 你只是有点擦伤 没有什么大碍 医生 那我老婆的伤势怎么样了 医生 我的脚感觉好痛啊 它是不是骨折了 王太太 你放心吧 你的脚并没有骨折 只是有些肿胀 休息几天就好了 哎呀 我刚听说你们俩出了车祸 就急忙地赶了过来 你们都还好吧 没事吧 没什么大碍 我只是轻微地擦伤而已 我太太也只是脚步有些肿胀而已 阿弥陀佛 那真是太好了 然而几天后 王太太脚步的伤势 突然恶化到了 竟要挖肉的地步 医生 我老婆的伤势怎么样了 真奇怪 原本你妻子的脚 只是有些肿 可是现在看来 伤势一恶化到 必须动手术了 啊 徐师兄 我太太的伤势 怎么突然会变成这样呢 我老婆的伤势 原本并不严重 怎么会 突然恶化到 要做手术呢 哎 这都是因果报应啊 你太太帮亲戚推销羊肉 因此造下了杀生的业因 所以才感得这样的果报 啊 无论是杀害 买卖 或烹煮 食用这些 物命血肉的人们 其实 都要负担 一定的业因 承受 一定的业务 所以 我们必须确实地 落实慈悲 这样才能 带给众生幸福 也带给自己 真正的平安 生命电视台 带给大家一个存款的好地方 如何存钱最安心 就是护持生命电视台 帮助宣扬佛法 同时储存我们的功德法材 今日护持之音 将感召 未来得福之谷 而且财富 永不有失 实为 一本万里之举 劝人不施 不持 就是 助人为善 助人修福 是 值得 赞叹的 菩萨行 正性 佛陀 法教的 推广 需要 众多 不把 菩萨的 统心支援 您的 每一份 资源 和力量 都是帮助 佛法 救助 世间的 推手 然而 这 广传 佛法 保护 生命的 佛行事业 还需要 更多的 菩萨 共同 护持 护持 画播账号 1996 5232 1996 5232 酷民 生命文化 基金会 护持 功德 殊胜行 无边 圣福 皆回向 普愿 成立 诸众生 树网 无量 光佛差 十方 三世 一切佛 一切 菩萨 摩赫萨 莫赫萨 莫赫萨 菩萨 莫赫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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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沫萨 莫赫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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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有什么善事好事我可以为老人家做 虽然他们往生 我想孝顺祖先或父母是最大的福报 所以如何让往生的祖先能够超度没有痛苦 这是做儿子最大的福报 至于怎么做呢 首先你要守戒律 我们叫披麻戴孝 披麻戴孝就是做出家人的意思 吃素不化妆不生气甚至困操球 故意不睡大床 我们讲了守八万才尽 第二个用老人家的名字 往生者去放生 布施 做佛像 印经 功德回向给他 所以你自己守戒律是最大的功德 又用老人家的名字去布施再回向给他 如果能够再念经 那更好 还有一个很快的方法 就是在佛前点四十九盏灯 未刚往生的人 他也很容易超度 但是很重要的 他往生这四十九天 最好不要喝酒吃肉 不然会造成他很痛苦